大家好 大家好 王敏 然后这一年呢 一直在努力地让自己音乐变得更专业 往音乐圈靠 我就发现那些专业的歌手啊 他们在唱歌之前啊 不会直接Cue歌名 而会说很长一段话 然后把名字放在最后 就比如说 之前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阿信就说 他说我自大 很多人在工作以后 逐渐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撞得头破泄流 但我希望 无论你在哪 你在做什么 都可以保留心中那最后一份 倔强 全让你哇 太难笑了 所以今天 我也会用这种方式 Cue我的歌名 把名字放在最后 你这一生 会碰到很多人 也会爱很多人 但只有一个 是你的最爱 只有那个女孩啊 你才想跟她走完一生 她 就是 我爱的 女孩 但后来她妈不同意 过了 过了 稍微讲 我爱的女孩 送给各位 谢谢 谢谢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可能 谈过很多段恋爱 然后发现 你喜欢的 都是同一个类型 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为什么每段经历都如此的相同 我爱的每个女生 她都有老公 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工作 你说她外面的女人很多 她经常把你冷落 也不关注你微博 不老公谁啊 你说我的老公就是王一博 王一博 跟我插句 那不都姓王吗 你了解她的所有行踪 截图她的一举一动 你反复刷着她的每段吻戏 激动地问候 女主的祖宗 你说她有你最爱的笑容 你说她破音都让你心动 你说你一生 真爱就是王一博 还有肖战李贤 邓伦王思聪 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这次我喜欢的女孩 她说她没有老公 她说但是我有个儿子 她的儿子无垒刚读完高中 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奔波 你说她外面的妈妈很多 你说你从不吃醋 你儿子还有三个 为了安全我就不Cue名了 她们是左手右手 一个慢动作 你陪着她们度过懵懂 你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你说你看着她们 逐渐成熟很感动 儿子你可终于长大了 以后你就是我老公 你总说她真的很优秀 你会一直陪在她的左右 你发誓你会不离不弃 一生守候 直到她公布恋情上了热搜 你为她控屏 为她战斗 谁都不能批评你的爱豆 你从来不怕出头 攻击其他网友 反正结果都是她来承受 她代言被彻一夜两头 两个人是被谁搞臭 可能是被你搞臭 没想到真的会有奇迹 遇到了不追星的你 你是我喜欢的女孩 我为你找了名 我好想娶你回家做我的老婆 你说好不好呀 心缘结义 好 谢谢